那已經串到這裡了 那接下來就是要什麼 串那個0 補幾個0部分 那補幾個0其實關鍵就在G4 這個裡面有幾個字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第一個先把G4直接刪掉 AND什麼呢 那我這邊可以先串一個REPT 我可以用自己打 或者你當然可以用插入 插入環節 你用自己打一個REPT 它會問你 這邊一樣會問你 你要重複什麼字啊 那我要重複 一個0 特別是0的文字 所以你要記得 前後還要雙引號 逗點重複幾次 關鍵就在這裡有沒有 逗點之後後面那個number times 那我們是根據什麼 用3去減 3減掉什麼呢 這裡面有幾個字 所以我可以什麼 LEN 剛有提過嘛 全瓜糊 LEN怎麼樣呢 去算 前瓜糊 再點一下這個 這個裡面有幾個字 然後 後瓜糊 所以呢 它會幫我怎麼樣 3裡面有兩個字 減掉 2 有沒有 它回來就是REPEAT了一個字 一個0了 記得後瓜糊 再加一下 這個特別注意 前後瓜糊 可能要成對的 然後把它打個勾 OK 有沒有 0911 一槓 然後呢 後面的話 0出來了 那在end 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84 打個勾 OK 084就出來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裡面的話關鍵就是REPEAT 重複幾個0 OK 那一定是文字 所以前後一定要加雙引號 第二個的話呢 用3去減 3減掉那個它總長度有幾個 OK 這個可能要慢慢熟悉這些 怎麼去操作 這個函數的串接方法 然後再串什麼 串一個G4在後面 那接下來當然後面還有莫碼 不過莫碼 你已經做完那個前面的區碼 那莫碼跟區碼 邏輯一樣嗎 好像一樣喔 差別只是說什麼 這邊是G4 這邊是H4 所以 聰明的做法應該怎麼樣 把那個公式有沒有 不過你可能要把這個公式 貼到後面就變後面H4 但是你要記得喔 這個地方喔 你的 這邊後面結束沒有END 所以我要必須再串接一個 那個 減的符號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串喔 F4後面這一串喔 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 貼到G4後面 貼上 OK 其實特別注意喔 貼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哪一些吧 如果你看不出來的話 還要花一點時間 這個可能如果熟練之後 這個做的蠻快 G4的話呢 請你怎麼樣 再把它改成H4 所以我的習慣是選取點一下 有沒有 或者你自己吧 把它改成H4也可以啦 H4 這樣子 做完之後呢 你就再把它打個勾 結果 完成一個了 但是其他怎麼做呢 把它往下填滿 不過往下填滿了 應該都知道喔 就是直接 當然你可以這樣往下拉啦 不過往下拉太慢了 你可以怎麼樣 油標放在右下角這個空點 快點兩下 就自動填滿了 這樣就完成了 OK 所以如果你要串接的話 當然方法一 可以用REPD加LN OK 試試看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這邊 因為提供了各位參考 你就Ctrl C 有沒有 你再把它Ctrl V貼 貼到這邊來 其實就是這一串 Ctrl V貼上 有沒有 一模一樣 你打個勾 你也會跟我有一樣的結果 OK 那 不是 那主要用意不是叫你就貼就好 主要是說 你如果做不出來 你可以先弄一下 看看結果 然後呢 再 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把那個公式 跟我的公式比對一下 看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找出問題 不然有時候說真的 你即便叫我去幫你看喔 有時候也是看得很辛苦 因為像這麼一串東西喔 還是有的時候呢 要慢慢慢慢去過濾 像這個還好 有些時候程式一堆的 我要從頭到尾全部打 打錯你要找出問題 恐怕還是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 這個地方可以各位 第二個的話我們可以用第二個方法 所以這邊有一個方法二 方法二的話 你會發現喔 我們不要用那個 ript 加len 可以用另外的取代 叫test 這個test 其實 你會想說文字嗎 其實在 那個函數它的用意 主要是叫 什麼 格式的意思啦 就是 格式化文字 我覺得它的 中文意思應該叫 格式化文字 那你會想說 這是什麼用途啊 這個 這個函數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其實很多地方 如果你不會用test函數 真的你會做不出來 什麼地方呢 還蠻多的 像比如說 你今天 像日期好了 日期你看到之後 你要把那個日期裡面的字切 切割出來 很抱歉 切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是日期 它不是文字 所以如果你要切割文字 怎麼切不出來 切錯了 或者是說 像之前有同學問我 什麼那個 貨幣 貨幣前面那個符號 它一切 怎麼那個貨幣的符號 太早 它沒辦法切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不知道 可以用什麼呢 用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怎麼用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原理原則大概是這樣 一 我如果要把 這兩個儲存格 變成 三碼的話 那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表面上看到的話 我們可以用什麼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有沒有 格式裡面的話 如果要變成三碼 不過這邊沒有三碼 我們制定一下 制定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今天呢 要產生是三個字的話 你就一個零 表示一個字 兩個零 表示兩個字 三個零 表示三個字 所以如果我今天用000的話 它就會顯示出 084 那如果7的話呢 就會變007 有沒有 084 007 那你想說 老師我乾脆全部選起來 全部按右鍵 全選 全選 按確定 你會發現 這邊全部都變成三碼 那你這樣想說 那老師我乾脆就全部把它串接在一起了 我就不用再像剛剛什麼 rept 1加len 對 所以你and 你想說and 然後呢就是G4 然後呢 and G4打勾一下 不過呢 我們看到是084 打勾會不會也是084 不是 為什麼 因為格式喔 是表面上看到的喔 表面上看到跟實際上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如果說你表面上看到 你要變成真正轉換成那樣的084的話 誰可以辦得到呢 其實就是TES OK 所以你可以理解喔 以後如果說 你看到的 奇怪的我看到那個 比如說這個生日 我明明要切它的月跟它的日 可是我一切 奇怪我切不出來耶 為什麼 因為它表面上看到是這樣子 實際上存在裡面不是這樣子 那你就切不出來 怎麼辦呢 你可以把它用TES 轉成文字 再來切割 就OK了 邏輯它是這樣啦 可是要怎麼用喔 我們今天來看喔 特別注意喔 它的用法 第一個 我剛剛是用什麼呢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有沒有 在這邊加一個00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000記起來 如果你要真的轉換的話 非常的簡單 其實我把這邊 再把它轉回來好了 把它轉回來的話呢 按右鍵 出身的格式喔 把它恢復成通用好了 恢復成一般喔 那如果你們 因為怕一次做太複雜 你可能會 那細節不太理解喔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在旁邊 旁邊的地方先什麼 插入一個文字 特別說TESTER 也在文字裡面的 T開頭TESTER 那它會需要兩個參數 有沒有它這邊是喔 其實它有個作用 將數字轉換成文字 有沒有 OK 另外的話呢 還有一個是Format TESTER 格式化文字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Value指的是 你要給它的資料 第二個是Format TESTER 指的是說 我要真正轉成三碼 那三碼特別之後 它一定是Format TESTER 那我們剛剛不是零零零對不對 不過呢 如果你看到有TESTER 請記得喔 前後要加什麼呢 雙引號 如果你不加喔 結果不會正確喔 OK 不過有些地方嘛 Esser好像蠻 蠻有人情味的 不加好像也對 像剛剛同學那個 那個什麼repeats有沒有 零我前後加雙引號啊 其實才是正確 才是文字 可是不加好像也可以耶 那其實不加是因為Esser太貼心了 他知道你做錯了 可是他也 他有點像 我知道你應該是不小心的 所以他也包容 他自動幫你轉 不過我是建議喔 盡量觀念清楚 就比較不會說 他有些地方會很貼心 但有些要忘了 那還是錯了 那你就沒辦法 所以這裡的話記得喔 前後加一下出來 因為這個沒有加喔 最後是錯了 所以你會發現 他到底幫我做什麼 你可以從旁邊可以看到 我給他的是84 那經過呢 這個格式之後呢 他真正幫我轉成的是 84變成084的文字喔 OK 是真正轉換 所以我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確定之後 084出來 所以向右填滿 007 向下填滿 這邊全部喔 所以旁邊的話 全部都可以把它轉成 真的是3碼了 而且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真的轉換喔 所以如果你拿他來串接喔 最後是OK的喔 那所以呢 我可以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啊 串接 我假設不是串G4 我串這個 i4的話 會不會OK 有沒有 084了 那如果後面的話 我在串什麼 在end end那個後面的東西 那我就不要是i4 我就是追4好了 打個勾 那向下填滿 不就全部OK了 不過喔 當然 將來也許你可以不用 不用那麼麻煩 你乾脆就直接一次性喔 就是直接拿 拿他來G4喔 所以你可以怎麼做呢 這邊的話呢 乾脆加個TES 然後前刮弧 然後就是G4 把G4帶過來 逗點 後面的話 就是三個0 然後呢 後刮弧 OK 那這樣的話 打個勾啦 其實也可以把G4帶過來 那後面的話呢 一樣喔 就是 再把那個 就是H4也帶過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 再串 這邊把它改成 這個H4 好 這樣的話呢 向下填滿 也OK 所以如果兩者比較之後 你會發現喔 還是用TES比較OK 不過我建議喔 如果你要做練習的話 因為我剛剛已經 REPT加LEN 可是如果我把它 再用TES就得不見了 有沒有 所以我建議喔 最好的方法 你可以把綜合練習喔 這邊再複製一個工作表 一樣的在練習 那複製特別重要 怎麼做比較快 拖拉加Ctrl鍵 並且 有沒有拖拉加Ctrl鍵呢 就是複製工作表 最快 OK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改成TES 在這邊做練習 OK 試試看 後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可以REPT加LEN 用另外一個函數 用TES TES這個函數 真的還蠻重要 因為很多人 真的不懂這個TES函數 有很多地方 真的是做不出來 因為 你在椅子用裡面 看到的東西 你要切割喔 你用MID 用TES 用LINE 有時候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它是表面格式化的結果 所以如果你要切割喔 你要先用TES 先把它轉換 再來切割 才會成功 OK 所以TES 這個函數喔 可以再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那我剛剛提過那個 上課有一本參考用書啦 你們如果想要多了解那個 468招 那一本裡面有蠻多 TES相關的範例題 可以先試試看喔